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封面又要來了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就是封面 冷暖空氣的交界 今天早上有一道 它的前緣的封面影響 所以有一點鎮雨 不過不是很多 主要的封面結構在廣東福建這個地方 不斷的有雲氣冒起來 預計今天的晚上 到深夜就開始慢慢的接近 預期影響到禮拜天禮拜一 請大家 多留意了 那這波 很有感覺 等於是說是一個比較旺盛的對流 對台灣影響會比較久 一直預計影響到禮拜一禮拜二的時間 然後後面可能是禮拜三或禮拜四 又要有一波 等於是禮拜二禮拜三有一點空檔 禮拜三禮拜四又有一波 但是接下來到了這個 連假期間禮拜六禮拜天到下禮拜一二這四天 預期都是屬於東北風的情境 那大家可以期待 目前來看的話 那四天其實水氣會越來越少 東北部雲封面可能還是有些局部的陣雨 但是已經少很多 會比過去 等於將近有十天都在下雨 好很多 那各位可以看到未來到四月初可能有一些 系統不過這個還太早 各位不用太過擔心 是不是會有颱風 縱使一月二月有颱風都是正常的事情 各位真的不用太過緊張 這個季節要來的機會沒有那麼高 那現在呢其實這兩天要注意就是不斷的有封面雲 一路容易有些震雨 整個又加上東北風 那整個要換成東風可能要在下禮拜二三的時候 請大家留意這樣的變化 一下子這個落差是蠻大的 禮拜六禮拜天禮拜一 都是容易有一點天氣 全台灣都有雨 當然以北部是比較多的 禮拜二禮拜三會有緩和 有一點空檔 但是隨後呢禮拜四又一波封面會接近 那最近呢其實整個冷空氣呢在高緯度的地方 還是蠻活躍蠻容易肆虐的 但是對台灣影響來說的話不是很大 我們未來呢這幾天呢 的確溫度有上上下下的波動的幅度 特別是這兩天又要降溫了 又回溫了又降溫了 那在整個 這個清明年假是屬於相對的比較涼涼 乾乾涼涼的天氣在北部 中南部呢相對的比較 溫暖舒服一點點 所以大致上呢 北部在禮拜天禮拜一的時候顯著的降溫 很有感喔請大家留意 然後到了禮拜二禮拜三會回溫 但是到了禮拜四禮拜五又降溫 請大家注意這個節奏型的變化 然後中部呢也是有一點這樣的變化 大概這次呢 冷空氣還比較強一點點 所以18到20度 然後到高溫的時候是20到27度 這個是感覺是每天又都有一點落差 請大家留意一下 南部也有一點點就沒有像之前 這麼的晴朗這麼好的天氣 所以今天晚上呢各地都是容易猶豫的天氣 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而且溫度要略下滑一點點 明天下滑的更明顯 涼涼的感覺會非常明確 不過好在呢下雨 就是雨除最好的工具 空氣品質還不錯 請大家好好把握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喔 封面接近 越晚雷震雨會越明顯 雷震雨請大家注意喔 聽到雷聲請入室內 絕對不要都說我都做好事 不會被雷公禁到 請大家都留意了 預計延續到周日一 東北風報導會顯著的轉涼 下周二會緩和一點點 然後接下來周三另外一波封面 晚上大概再報導 影響到禮拜四 那清明年假期間呢 目前來看的話是屬於典型 東北風的天氣期待 大家不用太過緊張 導致可以好好珍惜一下 在這裡的中文章 兩位 一位 二位 二位